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俄罗斯高阶官员会面 除了被这个媒体拍摄到 也凸显两国在俄乌战战期间 日益深化的军事交流 报道指出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进一步促成 北韩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 另外包括科学领域以及技术领域 都会扩大交流 不过现在美国与南韩同声指控北韩 派遣超过1万名士兵 帮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这件事情在国际的情势专家分析了 说其实金正恩想要获得回报 包括想要拿到俄罗斯的先进技术 以及北韩部队的实际作战经验 西方国家就更担心了 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正在提供 北韩推进核武计划的相关技术 那么看到是在巴西召开的G20峰会 到底能不能够让俄乌战争画下句点 我们现在观察到一个最新的进度 土耳其准备端出俄乌停火计划 但是问题来了 美国总统拜登才刚刚同意 乌克兰拿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飞弹 攻打俄罗斯本土 无情炮火从天而降 炸毁一辆又一辆俄罗斯军车 逼得里头的俄军大兵四处逃窜 这两支俄国步兵队试图袭击乌东 克拉玛托斯克地区 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有去无回 乌克兰当地部队靠着空中侦察 以及临近友军助阵 不只炸毁俄军装甲车 还抓到好几位战俘 不过接下来俄罗斯恐怕只会更不平静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同意乌克兰动用美国军援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这个系统可以透过多管火箭炮 包括M270多管火箭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系统发射 射程最远可超过300公里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乌克兰可能未来几天内就会动用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总统泽伦斯基也语带暗示 不过在打击目标上 专家认为美国还是会给乌克兰下点之到齐 就判乌军一得到打击许客就直接攻击俄国核设施 这也是拜登政府迟迟不放行的原因 但随着俄罗斯找来北韩军人助阵 专家认为拜登如今开绿灯 就是杀鸡警猴为了警告北韩 拜登同意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 川普团队痛批 这将增加谈判困难度 故意要在川普上任前 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前美国驻乔治亚大使则说 拜登此举正是要迫使川普政府继续军援 让乌克兰有更多谈判筹码 美国开绿灯后 其他盟友可能也会陆续跟进 像是至今还不愿意援助金牛座飞弹的德国 当地媒体报道 乌克兰几周内就会收到德国4000架 号称迷你金牛座的AI无人机 比乌克兰现在用的自杀无人机 射程还要远四倍 这项军援被视为最高机密 此刻俄军任加大力道 重挫乌克兰防御再度发射120枚飞弹 出动90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全境能源基础建设 乌克兰媒体也报道 俄军和北韩军人组成的5万人部队 正密集攻击库斯克 目标是要在明年1月20号 川普上任前收复失地 先给美国一个下马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其实为了要扩大在国际间外交舞台的影响力 需要更多的盟友 那么这回菲律宾宣布与美国加强合作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 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双方未来将会共享高机密的军事情报 以及相关的武器科技 进步代理来看到菲律宾国防部的最新声明 这项协定是强化与美国的情报共享 也为了深化协同作战能力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其实早在西元1951年 美国与菲律宾已经签署了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任何一方如果在太平洋海域遭受到武装攻击 就可以启动联防机制 那么现在最新的进度是已经签署了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也允许菲律宾掌握更高水准的军事能力 所以现在国际间的军事专家也推测了 菲律宾有没有渴望进一步取得美国卫星 以及无人机侦查系统的相关权限 局团队峰会在巴西 我们看到的是各国领袖的互动 这回看到的是英国首相施凯尔 他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但是他关切了人在狱中的媒体人黎智英的健康 这样的一个现场有媒体去采访 特别是英国的媒体 居然被大陆官员当场驱离 G20峰会领袖大合照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印度总理莫迪 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陆续抵达会场 但等到拍完照都没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还有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意大利总理美洛尼竟然大迟到 站在台下一脸尴尬 成了G20意外插曲 同样是峰会焦点 回味六年多习近平和英国首相施凯尔 终于见到面 从2018年开始 中英两国受香港人权间谍等多重事件影响 双边关系趋于紧张 这次双方趁着峰会场边会谈 颇有荣兵迹象 但施凯尔又提到敏感问题 英国卫报和彭博都报道 在施凯尔谈到黎智英案时 现场英国媒体遭到大陆官员驱离 彭博指出 整场会谈遭到中方严密管控 中澳关系取得一些发展 也经历一些曲折 给我们许多歧视 习近平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两年多来两人第三次会晤 爱班尼斯日前才批评 川普关税威胁对整个世界有害 并誓言努力阻止中美贸易战 路透报道 尽管澳洲与美国的国防关系日益密切 但大陆仍与澳洲紧密合作 要在川普主政时分散经贸风险 TVBS新闻夜俊宏 李明珍综合报道 美中台关系也关乎到相关的军售 先来看到就是在这个花东的空防实力 是不是未来会有确定有一批爱国者三型增型飞弹之外 还会有一个飞弹营 画面超震撼这是爱国者三型增程型飞弹的试射 国训2021年就曾证实 我方会增过一批爱三增程飞弹 规划最快2025年交运 但最新消息指出不只是一批 而是空军有意增编一个 以爱三增程型飞弹为主的爱三飞弹营 台美都在台面下低调运作 光从外观比对可以看到 爱三飞弹系统装满有16枚飞弹 爱三MSC则有12枚 但新飞弹增大了防御范围 传出这个爱三增程型飞弹营 将以部署花东为主 中共不管是前射或者是舰上发射 或者是未来航空母舰发射的这种 对地打击武器都很可能会威胁到 我们东部的部署的安全 空军司令部表示 针对武器筹舰及部署不许说明 至于预算书没看到相关内容 据悉此事近年不会发生 而美国准白宫国安顾文沃兹近期 在公开演讲关切中共势力扩张 沃斯也关心台湾 所以我们现在不变对这件事情发表太明确的 这个说法 毕竟是逢美国政权交接起 与代保留一点比较好 TV月线无可言的听听听不到 军武实力可以帮国家赚钱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我们要来看看对岸 在这个珠海航展 说六天之内 大陆因为卖飞机这件事情 已经进账了2800亿 那么相关的一些讯息 我们赶紧交给TBBS深圳特派记者陈向如 大陆第15届的珠海航展已经闭幕 这一次结合了有人加无人 现场加远端 还有陆地加海域的表演 为观众带来了动态展示的体验 还有会议论坛 商务洽谈等247场的活动 六天的展期签约了2856亿的人民币 大约将近400亿美元 成交了各种型号的飞机 1195架 比上一届成长的超过一倍 吸引了近60万人参观 大陆这一次展示了航空航天 和国防领域的尖端技术 以及最新成果 其中大陆国产的新型隐形战斗机 殲-15A首次亮相就惊艳全场 还有殲-20 殲-16D 轰-6K等机型 同样强眼 在战略轰炸电子机的运输补给等方面 都有所表现 另外大陆国产的 号龙货运航天飞机模型 首次亮相 这代表着大陆在航天运输领域的 重大突破 有望为大陆的商业航天发展 开辟全新的路径 而中国海军这次也首度参加了珠海航展 也备受瞩目 同时 海军他们的新型舰载战斗机殲-15T 还有舰载专用战术的电子战飞机 殲-15D等 大陆的军事专家张军社他就分析了 这有助于国际社会深入去了解中国海军装备的最新发展 并且加强国际交流 进步要请教向如 其实大陆在新疆生产军用的无人机 这件事情各国都有报道过 但是最新的外国媒体掌握到的是 欧盟已经掌握证据 大陆制的军用无人机 送到了俄罗斯去帮忙打仗 那么这件事情 大陆外交部有哪些最新的回应 我们把时间再交给你 针对欧盟指控 新疆正在为俄罗斯的军方生产了军用无人机 一名欧盟的高级官员表示 根据他们的情报 大陆境内有这样的一家工厂 正在生产运往俄罗斯 并且是在乌俄战争当中使用的无人机 而有多名不愿具名的欧盟外交官则称 相关的证据确凿可信 至于北京方面 需要为此承担严重的后果 一旦欧盟他们发现 有决定性的证据 能够证明新疆正在为俄罗斯的军队 生产武装无人机 不排除要对大陆实施制裁 而欧盟的成员国外交部长18号 就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面 对于这一项情报 他称如果情报属实 那么大陆的此举将被视为是 大幅提升对俄军的支持 而其中有一些国家则呼吁 要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 对此大陆外交部则强调 在军品出口这一方面 一向是采取着慎重负责的态度 从未向冲突的当事方 提供致命性的武器 始终依法依规 并且严格管控 军用和民用两用无人机 希望有关的国家和人士 不要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底下 妄加揣测污蔑以及抹黑 不过上述欧盟的高级官员 他们也强调了 在决定采取行动之前 仍然有三件事情必须要确认 包括第一那就是查证大陆的工厂 是为俄罗斯生产无人机 这一项情报的基本讯息 以及无人机是否已经出库 再来就是大陆对此事的知晓程度如何 请从点话题 假设您最近要安排到韩国去玩 要留意一下天气预报 因为寒流来袭了 在南韩首尔气温暴跌 而且跌到了零下二十度 那么有些的这样一个地方呢 包括了像是最冷地方 大观岭其实只有零下七度 民众前天还穿着短袖呢 一世之间换上了羽绒外套 羽绒衣手套还有毛帽 行人全副武装对抗寒冬 南韩各地气温奏降 一世之间低于零下 海烈社报道 南韩北部上空 低于零下二十度的冷空气 深入内陆 导致南部地区气温暴跌 就连中午都只有十度 海边居民还要延防风浪 靠天吃饭的农民 还可能面临水结冰的麻烦 紧急到西海岸 以及江源道中情地区 连夜降雨 导致山区道路湿滑 还形成薄冰 随着冷空气退去 温度逐渐回升到两位数 但民众不敢大意 还是包紧紧避免着凉 TBN新闻综合报道 好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南韩首尔市区的温度 低于零下 大概是零下 一二度左右 天气非常的不理想 回到我们国内来看看 屏东恒春半岛这边的居民 也很怕这个风 洛杉风 即便洛杉风 可以让当地的洋葱又甜 风味又好 但是机车其实要逆风前行 相当辛苦 树梢被吹得不断摇晃 盆在东岛西歪 一旁还有篮球框 强大的洛杉风 把院子吹得一片狼藉 不只盆栽 就连路排铁杆都被吹倒歪腰 从底部开始倾斜 看起来摇摇欲坠 上方电线随风摇摆 看起来好惊现 全台受到东北季风袭击 17号凌晨开始 恒春半岛吹起 11级的超强洛杉风 风力已经逼近中台门槛 就连恒春分局前 水武广场的大榕树 都应声倒地 粗壮的树根被连根拔起 这棵大树挺过今年 多个墙台侵袭 但这波洛杉风实在太强了 就连老榕树都撑不下去 公所立刻派人紧急抢收 这个洛杉风比台湾还大 就造成一些路速 然后还有一些看板 还有那个电线掉落 还有那个路标 都已经松动了 旅客的话到那边 尤其像骑摩托车的话 就要很小心了 因为它通常很多都是阵风 瞬间的阵风 超强烈的 那个速度可能要放慢下来 尤其是在那个空旷的路段 里长会叮咛不是没有原因 民众拍下屋外刮起一阵枪风 停放在外头的机车也难以倖免 像是被人推倒一样 直接倒在地上 还有不少招牌变线都被吹落 强大洛杉风 让恒川地区传出零星损害 幸好灾情没有因此扩大 TPBS新闻方志成 徐敦综合报导 愿望达成中华队的确前进东京 在这一回的世界12强比赛当中 我们挺进了4强 所以但你看到 这是在中午28名的球员 以及教练团 全力要来进取未来晋级冠军赛的门票 台湾队加油 球迷来送行 因为中华队真的太神 还有人狂揮国旗 欢迎台湾英雄 毕竟打破纪录 闯进12强前4强 首战21号对决委内瑞拉 虽然三场喝场 其中还有两场打中午 但中华队没得惊 照以往的routine走 然后等教练公布哪一场先发 然后做准备这样 很多人不看我们会出现在超线机场飞往东西 那是我们做到了 我很开心 气势阵望棒谁也加码 中华队预赛先拿4000万奖金 如果拿冠军再加码3000万 但毕竟日本非主场又少了台式最强应援 带动球迷 小插曲还有仓等问题 这回跟日本澳洲一起做大会包机位置有限 中华队选手得照年龄分仓等 算到最后还是残念 但毕竟曾颂恩178公分102公斤 要紧经济舱真的有点K 这回大经济舱的有7人 也包含王志炫 林玉敏跟张昆宇 张无昌限制12人 教练团优先 四七我觉得也是提升蛮多的 因为这一场也都打得蛮漂亮的 这回也以高规格 水门李宋基一至于日本队 也由大士邻军带头出关 要回日本继续迎战 截需台湾大战 又会在23号周六对决 教练曾豪军在下战铁想报仇 日本也回应 希望双方都打进冠军赛 因为一次两次不够 台日要对决三次 级别新闻 您用程高本力林志伟 家庭SNG小组 桃源藏博董 后天开始 中华队在东京巨蛋的三场比赛 场场都是应战 那么很多球迷说 新州根的中华队去了 人要去 有没有办法 包括了一定要先订到 东京巨蛋的门票 现在订还来得及吗 那么在机票的战略部分 有些人说 你不用订东京了 从其他的城市赶过去 还是来得及 连小小孩拿到交舞棒 都能下意识 还起来 世界棒球东京四场赛 中华队出发 台湾球迷也好想跟 人力银行调查 上班组的休闲现况 看棒球成了输押方式 向售黄先生成功抢到 12强门票 亲眼见证 满贯炮威力 世界棒球十二强备受关注 由67.5%的上班族一起支持 其中超过七成是棒球迷 包含一日球迷 本职球迷 看大拉队的 以及看战绩的球迷 上班组平均大概愿意 花942元购买国际赛的门票 同时也有超过八成的人 他们表示说 其实在看球赛之外 他们愿意花钱去购买 运动赛事的周边商品 华航也特别加开班机 一开墙秒售庆 而且价格也飙涨 平常1万2 1万3的机票 最高一张来到超过3万块 就是门票跟住宿 还有机票可能几乎都没有了 所以就会想说 那就在台湾好好的 在电视机前面 帮他们大声大喊 可能在网路上面的话 你看一下 门票基本上都已经售完了 去日本怕买不到机票 其实可以先飞日本别的地方 然后再搭他们的火车 或新干线去东京 东京巨蛋球赛门票 总冠军赛通通卖瓜 中华队出展赛事 11月21号 22号也只剩下部分座位 内野外野几乎玩受 不过球迷们都说 会在台湾守在电视机前 替中华队呐喊 见证接下来的荣耀时光 TVB的书院和战养的一台报导 会想得大导演李安的 回台机票买好没有 因为这一回啊 他是跑到了日本去领奖 这个奖非常不一样 他是我们台湾第一人拿到的奖 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上 虽然与世平稳 但从明导李安口中 依旧能感受到有多么激动 原来这回是有日本艺术 诺贝尔奖之称的 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的邀请 李安就是其中一位获奖人 演艺生涯中已经有三座 奥斯卡金像奖入带 他说至今都还在学习 其余四位得奖人 是分别来自法日 葡萄牙瑞士等国的艺术家 推荐得奖人的是国际顾问团 成员包括了前美国国务卿希拉瑞 提及和日本的连结 李安还特别提到 五六岁时就看过日本电影摩斯拉 二十号晚宴宴现场 林志玲夫妇也会现身 马波停蹄 这礼拜的金巴掌 李安也会赶回台出席 今年七十岁 对电影依旧满腔热血 这位讯录奖上去 踏不到 美国廉价航空精神航空 撑不下去了 因为亏损太多 所以决定宣布要卖飞机 还有裁员 但是这个决定 还是没有办法挽救困境 金河长航空证实了 已经申请破产保护 我们带来看看 这是美国的廉价航空 精神航空过去五年来 年年亏损 累计亏损超过了美金22亿元 换算一下台币 已经大亏了715亿 所以今年以来 股价已经暴跌93% 每一股股价只剩下 美金1.08元 所以决定要申请破产保护 现在股票很快就会从 纽约证交所下市 即使航空发给顾客的公开信当中提到 乘客还是可以继续使用各种的机票 以及累积点数 但是员工就不好过了 员工有12800人 美国空服员协会分会通知工会成员 要继续提供服务 但是也会提到了 在破产程序当中 会替工会的成员继续争取权益 镜头转到南韩 已经错失了AI的发展先机 要如何补救 或许只能拿钱去抢救股价 这是南韩的三星电子 启动了抢救股价大行动 花了72亿美金 三星电子的买股计划 周一正式启动 三星电子为了抢救股价 将斥资71亿美元 公司高阶主管全部买入库藏股 激励股价上涨6.5% 美登级 임원等 임원 총60名的雅砂族 这些雅砂族是 普通族和无纯族 通通了23万2000族 川普当选后 南韩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 在外资大卖下 三星失守5万大关 股价创下4年来新低 今年股价已经下跌34% 只好使出回购股票这招 市场上是 肯定反映的分析 最后的雅砂族 三星计划在未来一年内 回购总额10兆含元的股票 然后将买回的库藏股 全数注销 AI发展失去先机 三星在手机大战上提前布局 传出为了和华为比拼 明年将推出三折叠手机 机体可能比华为更坚固 另外苹果明年要推出最薄手机 三星也预计推出超博Galaxy Slim 和苹果较劲 三星明年也会推出使用高通晶片的AR眼镜 力拼明年获利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投资人都在期待 AI霸主挥达 星期三即将公布的财报 加上AI伺服器大厂美超为 即将要提出一个新的计划 希望可以继续在纳斯达克交易 周一美股主要的指数都是收涨的 我们进步带你来看 美超为现在已经宣布了 说要找一位新独立会计师 并且会提交计划 防止他们的股票 从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下市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 星期一美超为的股价暴涨逼近16% 所以这个表现也创下9个月以来 单日的最高涨幅 回答很快的 即将要公布第三季的财报了 如何克服延迟供货 以及相关的疑虑 来卖他们家的最新AI晶片 将会是股价的走势风向球 市场也传出了 美国准总统川普 准备替自家车订定法律框架 所以你看到了 这是美国电动车龙头特斯拉的股价 因此大涨超过5% 中东局势有个最新的发展 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展开停火协议 但是台面下却是持续的发动空袭 以色列台拉维夫响起了空袭警报 黑夜中警铃大响 以色列台拉维夫市中心空袭警报 不绝于耳 来到马路上不时还传出炮弹声 一旁路边的建筑物陷入火海 不断冒出阵阵浓烟 消防队员紧急在现场 布起水线灌旧 并拉起封锁线 救护车也赶抵现场 将受伤民众送往医院救治 在以色列对贝鲁特袭击 造成黎巴嫩真主党发言人死亡后 真主党展开反击 朝以色列台拉维夫轰炸 过有大量从黎巴嫩 飞往以色列北部的火箭 在沿海城镇纳哈里亚附近就被拦截 与此同时 以色列军队也持续对黎巴嫩展开空袭 贝鲁特政府大楼就遭到袭击 夜晚大批民众聚集在街头 来到白天建筑物上空 持续冒出浓烟 多家店面被烧毁 到处都是瓦礼碎片 场面一片狼藉 真主党也未遭到空袭死亡的发言人 举办葬礼 作为真主党的靠山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 和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阿玛尼会面谈话 表态他们会支持黎巴嫩政府 做出的任何决定 尽管以理两方炮火没有停过 但目前最新消息指出 黎巴嫩和真主党 已经同意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 只是还需要对内容细节再做讨论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间最新的意外消息 是在曼哈顿发生了命案 这是美国纽约最繁忙的曼哈顿街头 发生了随机杀人案 犯案的这名游民 他是拿刀砍伤了两个人不幸死亡 还有一个人因此重伤 在曼哈顿西十九街拉起了封锁线 纽约警方在现场踩阵 星期一早不到八点半 三十六岁的西班牙裔男子 在工地前遭人持刀刺死 但这只是凶贤的第一起犯案 嫌犯拿着两把长刀继续走在曼哈顿街上 接着又砍死正在钓鱼的亚裔男子 经过联合国总部附近时 再有一名非裔女子被他刺伤 建议勇为的民众帮忙拦住胸弦 最后是由赶到现场的警察把人抓住 刑修男子五十一岁是一名游民 过去曾经有八次被捕记录 最后一次是今年十月 因为窃盗案被抓 根据媒体报导 嫌犯在路上随机砍人 是找人先故意引发口角 再拿刀出来攻击 两个半小时造成两死一伤的惨剧 尽管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 但也引发大众质疑 是否有治安维护疏失 TVB的新闻都不到 经典的香港电影拍摄场景 现在遭遇火灾 这是停靠在大陆天津的 豪华邮轮东方公主号 待会在报道里头 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经典场景 包括赌神以及赌霞的电影场景 停在大陆天津市 滨海新区的白色邮轮 冒出大火 滚滚浓烟直冲天际 从目击者拍摄的画面 能看到邮轮多个窗户 有强烈火光 火势相当猛烈 大批警销经过一小时救援 才将明火扑灭 虽然没有造成伤亡 但这场大火 吓到许多目击者外 也掀起极大议论 因为这艘东方公主号 大有来头 开船 我来喝杯酒 要很久才到公海 由周润发 周星驰 刘德华主演的经典港片 赌神 赌霞 赌慎 都曾在邮轮上拍摄 建造于1967年的 东方公主号邮轮 过去不但是著名的影视基地 也曾是东南亚一带 最豪华的赌船 被誉为海上拉斯维加斯 可以容纳350名乘客的 东方公主号 一共有6层 40多间客房 2002年因为拖欠工资 被广州海事法院扣留 后来几经一手 被天津市滨海新区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买下 装修引发大火 对外开放时间也受到影响 TVBS新闻 叶俊宏 李敏珍 综合报导 我们继续来看 大陆湖南长德顶城区 永安小学 今天上午7点多 校门口发生了一起撞人事件 根据大陆央视的报导 有多名学生被撞受伤 现在不晓得到底是车祸意外 还是嫌犯刻意要撞伤人 稍后有进步的情形 请持续锁定本台 为您做进步的报导 我们接续下来把镜头转到 西亚国家 亚塞拜然 您知道这是今年COP29的举办国 当地也是古籍之国 TVBS特派记者张正安 要带您来了解 这个被称为火之国的国度 在古色古香的城市中行走 眼前不远处就能看到三栋现代化 宛如火焰般外形的玻璃建筑 他们是西亚国家亚塞拜然首都巴库 最著名的地标火焰塔 最著名的就是那个火焰塔 那个火焰塔是在城市的任何地方都看得到它 它就是天气线的一个部分 因为其实他们的高楼并没有很多 巴库城市接近将历史和现代融合为一体 走几步路就像走进时光机 惊艳许多游客 不过却是这一点 让观光客感到最大惊喜 搭车离开首都往南大约一个半小时 就能来到哥布斯坦国家公园 这里拥有超过六千幅岩石壁画 处处可见的史前猎人和动物图腾 可以追溯到五千到二十万年前 这座国家公园在二零零七年 被列为世界遗产 但想要前往附近的泥火山 可是得经过一段惊险颠簸路程 泥火山的行程是因为地表下的 加压气体和液体 迫使泥浆透过地面的裂缝 不断往上涌出来 在亚塞白人这里有四百多座的泥火山 而且手可以直接伸进去是冰的 根据全球旅游机构数据显示 旅游业为亚国带来的GDP贡献 预估将从去年的两千八百多亿台币 增加到超过三千六百亿元 TVBS特派记者张正安 在亚塞拜然的采访报道 回到新闻现场一起来看高通膨之下的生存数 我们先来看大陆 其实现在大陆影视圈 您知道这是微电影 还有包括像是微短剧很夯 不过在恒店的影视城这里 因为临时演员实在人太多了 所以一个小时能拿到的薪水 或许还买不起一杯珍珠奶茶 催促演员们动起来 中国大陆浙江恒店被称为中国好莱坞 不少人到此想一元明星梦 但是现在更难了 传出降低临时演员薪资标准 根据陆媒消息 零眼时薪被降到13.5人民币 还要被工会抽一成 实际倒数的时薪只剩下12.15人民币 约合55台币 可能连一杯手药奶茶都买不起 因为现在拍片项目减少 供大于求 整体行业不景气 降薪是中国大陆经济下滑后 普遍的现象 现在年轻的打工人 流行花130人民币 约580台币 到平价的商务旅馆 开4小时的终点房 一次免费使用饭店的洗红设备 一次可洗8件羽绒衣 10件毛衣 比送到洗衣店还划算 我们住的寝室的话 就是很多人身上轮流排队 那是一个方便 或者是大件 一些比较厚的棉被 云农服和安衣 饭店洗衣的同时 还能短暂休息消除疲劳 基层打工人求生存 找到另类开房便洗衣房 Tip新闻综合报道 到日本东京 打开房间也是吓了一大跳 说是东京的上班族 流行租这种微型套房 室内的空间大概只有三坪而已 那么最大的家具就是一个马桶 几乎摆不下其他的东西 不过看看一下月租金 约合台币17000元 还是市场行情价的八折优惠价 为了节省租金 证明东京上班族 选择住在这样的微型房屋 狭小的空间 虽然有厕所 却是小到除了马桶 再也装不下其他东西 加上住户的身高 厕所门还无法完全关上 这是因为它的微型小套房 总计只有9平方公尺 面积甚至比一般停车格还要小 内建的时候 觉得稍微狭一点 实际上 把家具放进去生活 觉得稍微狭一点 没有那么狭一点 幸好天花板挑高4公尺 因此能在半楼的空间 放置睡床 但睡觉时还是感觉 有点卡卡 我寝着 但是这样子就会碰到 因为正常睡觉时 这样子就会变成 斜角的话 脖子也会伸展 必须斜着躺才能伸直双腿 东京这样的微型屋 最大的好处是 经济实惠 租金便宜大约20%到30%左右 每月约8400日元的租金 折合台币1.7万元 而且需求还很旺 东京房租过去10年 平均上涨30% 负担得起的微型屋 成为趋势 入住的东京上班族 也适应了自己的迷你田地 将购物欲降到最低 暂时没想过搬家 同样为居住所苦的 还有菲律宾的 马尼拉青年 这位28岁菲律宾 IT工程师 居住空间比刚刚东京 上班族稍大一点 有22平方公尺 但也只有两个停车格大小 马尼拉房价中位数 是菲律宾家庭年收 中位数的将近25倍 对于大多数菲律宾人来说 想在都市买房难如登天 代表只有飞行员 软体开发师等少数收入较高的工作 做比较负担得起 全球房地产指南曾针对亚洲 十座城市最贵地段的月租数据做比较 以一房一厅来说 最贵的其实是新加坡 租金中位数约台币14万 其次是香港的7万 东京的3.9万 台北排行第五落在2.6万 紧接再后的就是马尼拉2.5万 另一个房价居高不下的地方 还有澳洲雪梨 一些年轻人开始转而居住在 被称为祖母屋的附属小屋 祖母屋一直在原本房产土地的空间 另外盖出通常给年迈祖父母居住 能保有隐私又方便照顾的空间 这种房屋虽然像在别人家后院里头 但空间不小 可以有60平方公尺 缺点是大多位在郊区 相比2014到2019年期间 澳洲这五年租金涨幅达40% 使得特殊祖母屋询问度增高 但无论日本菲律宾还是澳洲 年轻人各自面临住房难题 想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屋 难度是一年比一年高 决定新闻 中文报道 那么台湾夫妻的压力 或许就是不敢生 还是只想只生一个宝宝 有过来人经验的家长说 最大问题是在欠缺 能够体谅员工的友善职场 假设公司是一整栋的 那么就希望有一个拖婴中心 爸妈和老师使出浑身解数 吸引小朋友注意 宝宝笑得开心 吃得开心 但就是不抓 超级有趣 拖婴中心帮小朋友 举办抓周仪式 现场很欢乐 他们是即将有三宝的家庭 对现在的台湾来说 相当难得少见 是国家人口的拯救者 根据国发会数据 台湾总生育率 2023年降到历史低点 只有0.865人 只高于韩国的0.72人 而美国中情局曾预测 台湾2024年的生育率 恐怕以1.11在全世界垫底 另外台湾在2050年 将快速减少为1.4名青壮年人口 需抚养一名老人 2070年则是一位青壮年 抚养一名老人 到底年轻人为何不想生或生很少 33岁的Lester是一宝爸 他说生二胎这件事 真的是犹豫再犹豫 至今无法下决心 第一个就是生活开销 因为毕竟现在生一个小孩 你要花的花费 不然是他的食衣住行 包含就是一些可能额外的一些开支 其实对我来说还蛮 吃蛮大的一个负担 那再来就是家庭照顾的问题 对啊 因为生一个像可能小朋友 有什么身体状况 或者是学校有什么状况 可能我们必须要花额外的时间 去可能请假 去处理他们的事情 Lester的小孩现在两岁半 他说小孩带给他很大的快乐与满足感 单身二宝再说吧 而Lester表示周围的朋友 我自己的朋友周遭来说 绝大多数都是生一胎或者是不生 对就是他们的观念大概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生小孩压力很大 就是怕会影响工作 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品质 所以就不敢生这样 就有些单身的朋友会说 就不婚不生快乐一生 我比较幸运 就是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 就是家里面的爸妈有资助 所以有那时候一结婚就先买了房子 那当然我觉得确实这个议题 如果假设我今天没房子的话 我确实可能不会考虑生小孩 追不上高房价的薪资 是这代年轻人的痛 官员喊出催生需千亿元 而对家长来说 生育津贴有 当然总比没有好 但是在你还没小孩时 津贴不是生不生的关键动力 薪资公时让人放心的公共托育等等 通通都是关键 改善去牛步 联合国人口基金报告也有提出 唯一可以被确认提升生育率的政策作为 其实就是要扩充0到12岁的公共托育服务 那当然就是保姆要充足 或者是要有更多的公共化的幼儿园 而且是要符合家长合理公时的幼儿园 才能有效的支持家长兼顾工作等家庭 我们可能要理解一件事情 工时长不代表效率高 对我们把人长期的留在职场 那如果他只是在等下班 没有生产力 那也等于没用 就是某种程度 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的弹性调整 应该也要有相应的作为 高工时加班文化 无法兼顾家庭 谁敢生 怕丢工作 怕生了回职场男生签等等 都让人却步 友善职场是让员工 能放心考虑生育的重点之一 让你在家工作 有弹性工时 这是大量在欧美国家就运用的 所以小朋友可能三四点放学 其实爸妈都可以去接小孩 可以陪伴小孩 来度过他们的童年生活 这跟台湾的企业可能会要求员工 固定时间才可以离开 甚至加班文化是不利于新手爸妈 那举我自己公司为例好了 我们除了有托婴中心 是可以就是收零到三岁的小孩 那再来我们有弹性的工时 你可以针对你的小孩 可能上小学啦 要比较早上学 要比较早一点去接他 你可以挑着你的班别 变成是八点半上班 五点半就下班 甚至八点就上班 五点就下班 思考员工的需求 不是把他当社畜 而是理解他需要照顾家庭 在缺工时代 这样的企业也才有永续发展 全球垫底的生育率 年年喊的国安危机 我们恐怕不能只是继续喊喊 TVBS新闻李延志张正安 网易节推不到